柔佛巴西古当的毒气事件越发严重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目前共有937人受到毒气影响送院治疗 当中还有12人情况严重 被送入加护病房 为了遏止毒灾 扩散 能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 和环境部部长杨美英就表示 政府已经委任了4个承包商 负责清理受污染核育 预计要耗时7天才能够完成清理工作 不过如果天气不理想 或是突然刮起大风 毒气很有可能再度扩散 柔佛巴西古当毒气事件爆发至今 已经来到了第7天 尽管涉案的三名嫌犯 已经成功被逮捕了 可是各界还是抨击政府 行动过于缓慢 没有应对危机的意识 而对此杨美英就表示 目前当务至极 并不是要抨击或责怪任何一方 而是要将心思全部投入在清理和流的工作上 尽管当局预计会在七天内完成合流的清理工作 不过一切还是要视天气而定 如果突然刮起大风 毒气很有可能会再度扩散 因此当局会使用气体探测器 如果发现有毒气挥发 当局会立刻采取应付行动 此外,杨美英也呼吁当地工厂 不要因为害怕被执法单位检取 而随意丢弃工厂内的化学废料 另外,卫生部部长 那都市里族机飞里已经证实 一共有937人因为受到毒气污染而就医 另外有12人还在接受深切治疗 族机飞里表示 如今就连医护人员也受到毒气影响 教育部部长马智里昨晚发布紧急通告 下令当地111所学校立即停课 以免有更多的学生和教职员受到牵连 至于事后教育部会否给受影响的学生安排补课 马智里则没有给予明确回应 只表示现阶段是要确保巴西古当的师生能安然无恙 NQP7,尤尾健,采放报道